今天宣夜在高雄顶中路的一斗大楼 发生了严重的死亡火警意外 造成了三死两伤 来到了今天早上 现场的状况如何呢 联系的记者林玉兴 那么从最新火警曝光的监视器 可以感受得到 其实第一时间火烟出来之后 整个就瞬间烟雾弥漫 邻居是说有听到了爆炸的声响之后 就全面燃烧 这起火警是造人三神死亡 目前确定的是三名死者 当时都是在三楼的一个位置 而三人的身份分别这个是死者的 这个是分别三人的身份 死者其中第一个是董家的大哥 另外一个女性则是太太的姐姐 也就是大姨的部分 还有这个就是夫妻的儿子 也就是小儿子大概是17岁 当时确定明显死亡的是 大哥跟大阿姨的部分 而儿子是在送医之后不治 目前大家所要厘清的就是说 整个火警的原因到底是邻居听到的 说有传出争吵声 还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当时一楼堆放的 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 引发火警 还是里面其实也有两台的机车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 这个机车后面还是一个神明厅 这一家人有供奉大概十几吨的神明 刚刚火警发生之后 一早也有亲友来关心 我们来听下亲友怎么说 OK啊 她们住这边很久了 她们对人很好耶 对啊 然后她都会拿东西给邻居职啊 什么的那些 对啊 所以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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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可能啦 那么亲友是表示说呢 这夫妻其实感情也都还算不错 太太呢是环保局的一个人员 那么先生呢之前是开槟榔摊 后来是从事这个水电工作的 其实夫妻都很好客 常常都会有亲友来造访 那么没有想到在这边租房子十几年了 突然半夜的传出了这个二号 那么夺走了三条人命 那么死者现在身份确定了 就是这个二楼租客夫妻的这个小儿子 还有这个男生的这个哥哥 也就是大伯的部分 还有大阿姨 那么至于整个详细的这个起火原因 到底是电动车爆炸起火 还是说有在其他的一个调查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火吊科还要进一步的来厘清 那么以上是我们现场所掌握的一个最新状况 把时间交还台北